大家好我是Tiff,然後很久不見 那我換了一台新的相機 所以畫質應該好很多吧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讓我失望的就是我買過的地雷 其實還蠻多的 光是彩妝就有一大堆 那就廢話不多說 第一個我覺得讓我失望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 路德欽的深層眼唇卸妝液 然後他說他是清爽無油配方怎麼樣怎麼樣 好那我覺得我用了之後 他說防水睫毛膏卸得掉 可是我覺得他都卸不乾淨 然後第一他卸不乾淨 再來就是他要卸很多遍而且他會刺激眼睛 那時候我好像 他是好像兩罐有特價的時候我買的 我覺得很不好用 我已經好不容易用完一罐 然後現在就是還剩下這麼一點點 然後我只會拿卸眼影 因為卸那個睫毛膏根本就是很難卸下來 而且卸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不會再回購了 OK 比較滑 好 再來第二個呢就是 這個 Beauty Blender的 洗Beauty Blender的這個液體 然後如果你們有看那個 Youtube的話 Nikki Tutorial 他之前有說這是他的低雷 那沒錯他也是我的低雷 因為我用他來洗 我的Beauty Blender 永遠都洗不乾淨 永遠都髒髒的 我後來就是用 Nikki Tutorial 教的就是用肥皂 我覺得用肥皂洗就很方便 而且他這罐也不便宜 我那時候買一個組合 也要一千 這一罐應該也要七八百台幣吧 一千塊 我覺得非常的不值得 可是 我不知道這個方法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都拿他來洗刷具 然後我覺得洗刷具很好用 嗯 很快 而且其實我很喜歡他這個頭 因為他這個頭 用來洗刷具其實還蠻好的 所以我就還是 加減用他 還OK囉 呃再來就是 呃再來就是保養 那其實我的保養品 呃 還蠻固定的 就是 我 我用了好用之後 我就會一直用 所以基本上我的保養品沒有什麼低雷 Rudy 然後基本上沒有什麼低雷 那 唯一 我覺得我用到的低雷就是這個 正貨的話就是這個 嗯 這個就是Dior的 什麼什麼裸基密 那 我是買 第一版 而且我還直接一次就買大關 大關這樣不便宜 我那時候買這樣好像三四千吧 我也忘記多少錢 他是 可以拆的 所以拆不掉 呃 他就是說你上完保養品之後 然後你可以擦上去 他就會讓你 不會 不要那麼油油的 對啦 是沒錯啦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覺得你為什麼擦完保養品 你還要最後再上這個 我覺得很沒有意義啊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拿來當補妝 什麼 他可以推 他說他可以推掉你一個 什麼殘妝啊什麼 根本就不可能 不知道我買這個來幹嘛 而且 好啊 嗯 因為我的皮膚是乾性的 然後 我如果再擦這個 再抑制我的油脂的話 我的臉就會脫皮 所以 嗯 這是我買的D雷 然後 50ml 然後我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我真的非常不推薦你用 我現在就是 呃 加減把它用完吧 就像譬如說 我卸完妝 可是我晚上 還要再上別的妝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卸完妝 然後盡量用這個擋一下 不然我其實也不知道 他就是怎麼用這樣 Dream Skin 他的英文是 Global Edge Defining Skin Care Perfect Skin Creator 我不知道 不知道 EVEN 然後 再來就是 護膚的話 就是這一個 是我的D雷 這個是Loreal的 精緻護髮精油 然後他有好多種 嗯 我喜歡 其實 他有一個是金色 金色的 金色蓋子 那個我用了好多罐 我用了大概三四罐 然後有一天我就想說 那我來試試看 什麼乾燥啊 這是 乾燥款的 其實我已經打開來用過 你看這個 已經就是被我拆開了 然後我用了之後 我真的非常失望 這應該是我 就是所有 裡面大概 前三名失望的 這個 你看喔 他雖然是油 可是 他這樣很液體對不對 而且 他擠出來 有一個酒精的味道 就是 油 怎麼會有酒精的味道 我不懂 然後 他當然 上完之後 而且他很黏 他就是手 你的油還會留在手上 然後他會有酒精味 你擦在頭髮上 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 我非常不喜歡 然後我 還是 看得出來我有用吧 就是我就是 用得很不開心 所以後來 我又回去買我的金色的 那我現在用得非常快 就是 金色真的非常好用 很少人推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但是你們可以去用金色 那這個紅色的 千萬不要買 拜託不要買 然後 再來就是 呃 這些就是 前面就是 保養類的 或是什麼 Skincare類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要講彩妝 彩妝也 還蠻多的 好 我就先從 底妝開始好了 底妝有兩個 呃 一個是 很多人愛的 呃 這個是 Paul Angel的 這叫 湯匙 湯匙 隔離霜 N系列 我是2號色 我先說為什麼不喜歡它 第一 就是 它很紅 然後它會讓我暗沉 光是暗沉 就讓我注意 就是不喜歡它 這個 呃 我還是 我應該會丟掉的 而且我買蠻久的 但是 我還蠻喜歡它的味道 但是 我喜歡它的味道 可是 它真的會讓我暗沉 我很怕暗沉 我是很怕暗沉的人 所以 這個我可能 就是 我不喜歡啦 但是 看個人囉 然後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是 Canmake 這是我在香港買的 對 對 Canmake 的 Perfect Serum BB Cream 然後它有 SPF 50PA 3個 加 好 我不喜歡它的原因呢 我的顏色是1號 我不喜歡它的原因 它是 是因為 它說它有21種美容成分 然後它有美容液 可以讓你 很 就是 乾肌也很適合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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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blahblah 但它沒有 就是它會讓我透皮 第一它會讓我透皮 第二 就是 它顏色很灰掉 就是 它很白嘛 因為我是白肌 可是它擦上去呢 就讓你有一種 白 灰白感覺 就是 就是 很像你氣色很差 很不好 嗯 我用了幾次我就不喜歡 不喜歡用 然後 我覺得BB霜的必定就是 它真的很 不好推開 所以 這是我最後一次試BB霜 就是 我最近買的 一個BB霜 就是BB霜以前很流行嘛 那後來換CC霜的時候 我還是買了這一罐BB霜 但是 我覺得非常 不好用 所以 我不推薦 再來是兩個 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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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 這個 這個是 一手 應該叫一手遮天 Benefit的一手遮天 然後我是二號色 Midium 我不喜歡它的原因呢 它我以前有很重的塑膠味 很臭 然後 我還是有用一些喔 看得出來吧 它 它很黏 然後 嗯 可能 說是校正膚色 我覺得它也沒有校正到我的膚色 然後 它 它很 塑膠感很重 然後很難暈 很難 點開 好點開了就算了 而且它會卡痕 它會卡痕 卡痕 真的 嗯 不行不行 所以 我會給它幾次機會 可是我會丟掉它 因為我也留滿久的 再來 還有另外一個 遮瑕 就是 anisfree的 遮瑕膏 我買 我買一號色 我不喜歡它的原因是 喔 我很喜歡 遮瑕膏 我有很多遮瑕膏 但是這個我真的不喜歡 它很香 它就是草本味 但是 它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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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難沾取 然後很難 看得出來嗎 很難沾 然後 也很難遮 然後 然後遮瑕膏也不好 就是我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 我有用過刷子 然後我也用過手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 之前天氣太冷了 我要用手 就是 融化一下它 再把它弄上去 可是 都沒有什麼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 就覺得好用的啊 就是 像我講的這些東西 如果有人覺得好用的話 可以 就告訴我說你怎麼用的 因為我還蠻 希望有人可以跟我分享 所以這個我 我對它有點失望 但是 因為我其實剛買的 沒多久 所以我還是會 就是 拿 我還是會願意再嘗試它 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是 眼睛 眼睛類的有 有還蠻多個 好我先從講這個好了 這是 也是benefit的 眼影 是藍色的 顏色號是 snowdrop 嗯 嗯 這顏色很 單 然後 蛋到 不知道它在幹嘛 就是 很漂亮的 藍色 可是 當打亮不夠亮 然後只能當底色用 我覺得 就很可有可無的顏色 可能我還 我還會再嘗試試看 可是這算是我失望的 而且它 就是我覺得它發色 的那個 也沒有到很好的 就是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還好還好的 很soso的 眼影 所以我不喜歡它 好然後再來就是 眉毛 OK我要講這個眉毛 這個眉毛是 Dolly Wink 就是易若一 如果你們有看pop team的話 應該會知道它 嗯 這個眉毛 眉筆 我買的顏色是 1號色 這眉筆 第一眉刷 不准的好用 很硬 第二 最重要的原因 它的眉筆 怎麼畫都上不去 筆心非常的硬 怎麼畫 我要超用力 超用力的話才 才有辦法上色 可是我畫 我眉毛上我只是畫 畫型而已 這樣子 讓我眉毛很痛 然後顏色上不上去 就是 要這個眉筆 眉筆幹嘛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讓我失望的 失望的產品 然後再來是 應該很多人喜歡的 這是泰國的那個 Misting的 Maxi Black Ultimate Maximum Black Eyeliner 然後這個顏色一筆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整個就是 爆水啊 就是很爛 超爛的 我真的不知道 該拿它怎麼辦 我畫了之後 它就爆水 是不是我買到的是 瑕疵品 而且我用 這個就是 最近那個 L'Oreal 不是有出名人系列嗎 然後這個是美國的 這個是 Dolzen的 台灣也有出它的唇用 那這個它是唇膏狀的 各位 看看這個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是 擦起來 就像木唇膏 但是 看起來這樣很 好像 可以當護唇膏嗎 但它無法當護唇膏 而且它擦上去會有 會有 所以 嗯 我不推薦這些 嗯 我不推薦這一隻 這隻唇膏給大家 就是 Dolzen的 如果你在美國的話 千萬不要買唷 好 那 以上這些就是我的 地雷 嗯 我還是 不太會剪片子 然後 我已經很盡量講快一點了 然後 我的相機有 就是我之前都是用iphone拍 現在就是有好一點 那 希望你們 會 喜歡 那 嗯 之後我會拍那個 我用完的 光光賞 然後 凹凹賞 光光賞 我不知道 然後 嗯 我也會就是 再 看看就是 發一些妝文 嗯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大家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 掰掰